给大家介绍 这个和咱们学习古汉语有关的工具书 工具书 是咱们这门课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我曾经提出 在一篇论文里提出这样的观点 一个大学生 在大学四年里面 它能够掌握多少种工具书 是它学术水平的重要的标志之一 也就是说 你大学四年里面 你掌握的工具书越多 也就说明你的学术水平越高 工具书的重要就在于 它是我们永远的老师 因为你听任何老师讲课 都只是在课堂上听 顶多在这个电视上 现在有这个录像 咱们可以看录像 但是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 不太清楚的字 词 官职 地名 这个时候 当然问老师 是一个方法 但是 请教工具书 显然更为方便 而且也更为准确 我们学习历史 就要用到很多种工具书 这些工具书 如果专门讲的话 可以讲一个学期 在我们这个课里边 当然不可能 用那么多时间去讲工具书 所以在这里呢 我只给大家介绍 最重要 最基本 最常用的 一些工具书 而且呢 这些工具书呢 都是 就是可以说 基我二十多年的经验 把我认为 最有效 最好用 最方便的工具书 介绍给大家 下面 给大家介绍第一类工具书 就是查考字词的工具书 因为 咱们学习古汉语 碰到的最大量的问题 就是字词 字点词点 种类非常多 在这儿呢 给大家介绍几种 最基本 最实用的 也比较容易 看到的工具书 第一种 瓷海 第二种 瓷源 这个瓷海瓷源呢 都指的是 解放后 修的 这个新版的 瓷海和瓷源 瓷海瓷源这两种书呢 在修订的时候 他们就 有 分工 瓷海呢 主要是 负责 解释 现当代的 词汇 瓷源 查法 比较简单 因为 我们在中学里边 比较多用的是 查这个 新华字典 这两种书 都有按部首 查笔画的 所以 所以呢 它 这个和 咱们中学用的 这个新华字典 比较相近 特别是瓷海 和新华字典呢 基本上 就是 查法 从 笔画 查 按部首 按笔画 查笔画 这种方法 和新华字典 基本相同 词源的 和瓷海 略有不同 因为词源里边 都是繁体字 所以 它是按旧的部首 排列的 比如 提手 咱们在现在的 新华字典里边 提手 咱们大家都知道是 三话 但是在词源里边 它就是首部 首是四话 又如 在新华字典里边 三点水 当然是三话 但是 在词源里边 也是四话 因为它是属于水部 更不同的是 这个草字头 草字头呢 在 咱们 新华字典里边 是三话 但是 在词源里边 是六话 它因为它是 古汉语里边 写法的 这个草字头 像这样的 不同 还有一些 这个咱们 在词源最开始的 这个几页里边 就很清楚的 把这个列出来 词海和词源 还有第二种查法 第一种查法 刚才咱们就说了 是按部首 查笔画 这可能是咱们 比较习惯的 查法 第二种查法 也是大家 比较习惯的 是按汉语拼音 查 词海和词源 两部书 最后都附有 这个拼音简字的方法 一找就可以找到 所以 这个非常方便 但是呢 这个前提呢 就是必须的 你得知道 这个字的发音 如果不知道的话 这个方法 当然是不能用 如果不知道 这个字的发音 这个字笔画 又非常的复杂 那么你查词源 如果按部首笔画 查的话 确实是 非常吃力 而且 这个 因为我原来那是 就是 我是北师大老师 北师大 他的那个古籍部的 书目 他不是按拼音的 他现在的书 这个用其他方法 可以检索到 但是他那古书 是按照笔画的 古书的笔画呢 又非常多 经常是二三十画 你数的时候 经常咱们手写的 和他那个 印刷的那笔画 也不一样 这样往往被查一个字 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所以 词源里边呢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 不管你这个字 有多少笔画 这么复杂 都能够 在一两秒钟之内 就能够查出来 根本不用数笔画 这个方法呢 我也是每年 我因为在大学教课 每年都向我的学生介绍 这就是四角号码查字法 这个方法 非常好 他这个查字非常快 他就把这个 每一个汉字 这四个角 用一定的方法 设定数字 这样每一个字呢 就变成了 四个号码 然后 你按照这个号码 就可以很快的 找到这个字 越是笔画多的字 用这个四角号码 查字法 越快 就是和你这个 查笔画的话 那这个差别越大 而且呢 这个 咱们如果 学习历史 学习中文的话 有很多书 都是用四角号码 都是用到这个四角号码的 解锁方法 比如说 中国古代 人民大词典 二十四史 纪传 索引 比如 这个像现在这个 说文解字 他也有四角号码的 这个 简字法 很多很多工具书 还有比如说 这个 葱书基成 葱书基成 它是好几千种书 我呢 就到这个 图书馆去查这个书 正好碰到另外一位老师 也在那查 他呢 这个葱书基成 它好几千种书 而且呢 他那个书 书很薄 都是很薄的小册子 书籍上写着 那个书名 你很难看清楚 几乎要用放大镜 才能看清楚 但是那个号呢 比如说 这个书是2003号 那个书是3004号 这个号 比较清楚 这样呢 他旁边有一本 这个 几千种书的 这个 所以 就是说 他书名和号的 对应的 而他这个 所以 只 只设立了 这个四角号码的 插字法 所以如果你不会 这个四角号码 那你到那 你冲这几千种书 你根本 无从下手 那你没法 没法利用这个书 所以这个四角号码 插字法 是非常有效 非常有用 而且 如果你想 深入的 研究的话 搞研究的话 那你一定要 学这个四角号码 词源呢 他也背了这种 后面 后面就有 这个四角号码的 插字方法 我从 我自从这个 学的这个 四角号码 插字法之后 我是在中学的时候 学的 学之后 我再也没用过 这个笔画的 用笔画 插笔画 按部手 插笔画 我觉得那个 太费时间 可以说是浪费生命 这个四角号码 要比那个快的多 而且他还有一个 很大的好处 就是咱们在 记一个字的时候 一个繁体字 你不是说 每个繁体字 你就像我们老师 也不是说 每个繁体字 我都能够 随手就写得出来 很多繁体字 非常复杂 你像那个 郁郁葱葱的郁字 那个大概得 得有 得有三十多块 但是呢 你像这种字 你一般的 对它四个角 你会有印象 中间可能记不清楚 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记不得 就是说 你这种情况 你根本没法 数笔画 但是这种情况 你仍然能够 通过查四角号码 来查出 这个字 就是说 在你不记得 这个字的中间的部位 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 查出这个字 这种 用其他的方法 恐怕也是不行的 如果你不知道 它的发音 你只知道 它那个字 大概齐的形状 这样你就可以 用四角号码 也可以查 所以这个方法 确实有很多优点 这个第三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 主要是指 这个词源 就是网络周全 这个词源 这个可以说 它编得非常好 可以说在我们 大学一二年级的同学 你碰到的 古汉语里边 碰到的问题 90%以上 都可以在词源中 找到答案 若干年前 有一次我到工具书室 就是我们北枝大的工具书室 我去看书 我看到那出了一种新的 新的书 也很厚 这么厚 它上面叫文史词源 上下两侧 非常厚 装潢也非常漂亮 我很感兴趣 我就拿过来看 一看呢 我就觉得似曾相识 于是呢 我就把 这个我原来看的词源 拿来一对 我发现除了封评之外 里边的内容完全一样 这个文史词源呢 实际上就是台湾 把咱们的词源拿去 这个又翻印了 出版 台湾的大家知道呢 它是很重国学的 它他们 但是他们也认为 这个词源的 这个编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把整部书 一字不动的 都翻过去 只是名字改成了文史词源 而且那个装正啊 和这个纸张啊 都更为漂亮 慈海和词源 第四个优点 就是成效明显 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经常 查阅这两部工具书的话 那么你会 进步的 比较快 慈海和词源呢 这个慈海 刚才说了 它虽然是负担 主要是负担 解释现代 字词的工具书 但是其实呢 里面呢 也包含了一些 对古汉语的解释 而且 有些字词 比 词源解释的还要好 所以 咱们在 学习古汉语的时候 这两种工具书 可以参考着用 两个对照着用 这样更好 下面咱们再把 这个慈海 慈源的 优点 给大家重复一下 第一 介约方便 第二 插法简单 第三 网络周全 第四 成效明显 第三种工具书 也是我现在 直到 今天 都是用的最频繁的 一种工具书 就是查考字词的 就叫 四角号码 新词点 刚才咱们说的 慈海 慈源 步头都比较大 慈海呢 这个 当然语词分测 它比较小 语词分测 大概是这么大 慈源呢 是这么大 非常大 这个 像成砖一样 原来 慈源呢 是 四本的 现在呢 后来呢 把它合定为一本 四本的 不好查 这个 合定为一本的 这个好查多了 现在一般新版的 都是 都是一本的 但是很厚很大 四角号码 新词典呢 就是 也就是和咱们 课本的 差不多 就是一般的书 这么大 而且厚度 也就是这么厚 所以它的优点 第一个 就是携带方便 就是说 你无论是上课 或者到什么地方去 你把它带在身上 不会像词源那样 一块打成砖似的 你带起来很不方便 这个呢 就带起来比较方便 它的 最大的优点 就是第二点 叫速度非凡 这个刚才我也说了 越是笔画多的字 查起来 就是笔那个 你用笔画查的话 那那速度 差的越多 你用这个方法 比较熟练之后 二三十块的 这个字 两三秒钟 你就可以想出 它的笔画 然后剩下的就是 翻纸页的时间 所以一般 十秒钟之内 你就可以找到 这个字 非常快 这个比刚才这个 说的查笔画的这种 或者其他方法 都要快 第三个优点 叫局一反三 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意思 就是你学了四角画码 这个查字法之后 可以用到很多很多工具书 刚才说了几种 比如还有四库 总木提药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 一种工具书 还有中国葱树 中路 这个也是四角号码 查字法 里面也有四角号码 查字法 还有立带直观表 非常多 至少有十几种工具书 里面都有四角号码 查字法 第四个优点 叫 词量突变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你 查四角号码 这个新词典 虽然它 看起来 不特不大 但是呢 由于它很方便 所以我 到今天 我永远是 在我的这个书桌上 这个词源和这个四角号码 新词典永远摆在我手 能够到的地方 永远摆在我书桌上 一般的字词 用四角号码 新词典 就解决了 后来有些字 你似乎认得 又似乎不认得 这样用四角号码 一查 非常快 但是呢 它 如果说缺点的话 它的优点呢 也是它的缺点 就说它由于它的部头 很小 所以呢 一些罕见字 那还是得查词源 和别的工具书 才能解决 就是说 它这个呢 就是说查一般的 古汉语里 一般的字词 都可以查到 包括现在汉语 就是说 咱们在看报纸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 比较冷 冷批的字 这样你查这个 也很快 所以我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现在 几乎每天 都在用这个 字架号码 新字架 和这个词源 词源也是查的 频率非常高的 因为词源 虽然刚才咱们说的 像成砖一样 但是 它比起 咱们下边要介绍的 一些工具书来说 那部头还是 算比较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